在侯景起兵这段时间里 长江以北 淮河以南 许多地方都投降了东魏 主政东魏的高成虽然没有杀掉侯景 但得到这些实惠还是比较开心的 再者 高成为了惩罚侯景 对他留在东魏的家人进行了残忍的报复 侯景的妻子被剥皮扔进油锅 他的女儿们被凌辱之后送到宫中为奴 他的儿子们则被阉割入宫做了太监 然而 侯景对这一切丝毫不在意 或许在某些奉行 一将攻城万古窟的人的心中 这些都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此前 侯景被高成围剿时 曾向宇文泰求救 并把河南四周割让给西魏 后来 王思政又拿下了颖川等地 西魏占据了河南七周 为了夺回地盘 高成派慕容少宗和高岳率兵十万前去讨伐颖川 宇文泰想派兵前去增援 但王思政自信满满地表示 自己足够应付 此时 王思政手下仅有八千士兵 但一向以守城建长的他 击退了东魏多次攻击 东魏十万大军围困了颖川 整整一年都未将其拿下 公元五百四十九年四月 王思政最担心的一幕来了 慕容少宗采用南河筑坝 饮水灌成的策略 准备淹掉颖川 王思政本以为 东魏军中没人能想到这个计策 但他低估了慕容少宗 随着大坝筑成 颖川被洪水包围 成了一座孤城 眼看颖川城破在极 慕容少宗坐着楼船 到颖川城外巡视 结果遇上大风 楼船被漂到了 颖川城墙附近 王思政马上命人 用铁钩将楼船钩住 然后派人万箭齐发 射向楼船 慕容少宗为了逃命 选择跳船 结果因为水性不佳逆亡 十年四十九岁 慕容少宗被称为 兵机武略的名将 从他被重新启用到 明镇天下 仅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在他准备继续建功立业时 生命戛然而止 这也许就是宿命 慕容少宗死后 东卫军队军心大乱 暂时放弃了进攻 此时 陈元康劝说高成亲自出征 一来尽快拿下颖川 二来也为自己积累军功 树立威信 高成认为有礼 便集结了二十万大军 奔赴颖川 随着高成的到来 颖川城内因为伤亡过于惨重 最终城破 高成久仰王思政的大名 他下令务必要活捉他 如果他身上出现一点伤痕 颖川城内的将士都要被杀 尽管王思政想要自稳训国 但将士们牢牢抱着他的大腿和胳膊 不让他自杀 高成非常欣赏 王思政的胆识和忠诚 后来对他极为礼遇 并给予后代 王思政虽然被俘 但得到了后世极高的评价 纵观他的过往 他配得上这样的评价 而宇文泰 对失去王思政一事 极为惋惜 后悔当初没有早去救援 随着颖川失守 河南全境很快又回到了东魏手中 随着河南被收复 高成的声望与日俱增 他先是被封为齐王 然后又获得了参拜不明 入朝不屈 建履上殿的待遇 这种待遇 也是全臣篡位必备的铺垫 高成有三位亲信 分别是散旗常氏陈元康 黄门侍郎崔记书 和礼部尚书杨音 他们四人经常在夜城城北的东百堂 密谋称帝一事 东百堂也是高成的淫乱窝 他在这里包养了大量美女 为了能专心和这些美女 做身体上的交流 高成命令侍卫不得进入府内 可这个安排 直接把高成送进了阎王殿 公元549年8月初八 高成和陈元康三人 在东百堂商议篡位之时 此间只有两名侍卫在外执勤 就在他们四人相谈慎欢时 一个名叫兰晶的厨子跑了进来 他拿着刀准备杀掉高成 陈元康上前阻止 结果被一刀捅死 崔记书和杨音夺门而逃 高成面对兰晶只能慌乱逃窜 最后被兰晶逼到墙角乱刀捅死 高成死时年俭29岁 兰晶是南梁名将兰亲的儿子 当初被东魏俘虏后 兰晶被高成留在府中当厨子 兰晶为了活命 只能苟且偷生 他曾多次祈求高成放他回去 但高成不但不同意 还多次辱骂他是狗奴才 并扬言要杀了他 兰晶担心被杀 于是先下手为强 趁高成平退侍卫之际将其杀害 客观来讲 高成是一个人品很差 能力很强的人 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 他就会篡位登基 不过上天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这也许也是他的宿命 高成被杀后 高成的弟弟高阳 正在城东的双唐 他闻讯赶来后 将兰晶凌迟处死 为了稳定局势 他对外宣称 高成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此次事件被后世称为东百唐事变 关于高成被杀一事 后世讨论诸多 其中不乏各种阴谋论 认为此事是高阳一手策划 关于背后的阴谋论 在此不再进行解读 但可以肯定的是 高成死后最大的受益者便是高阳 高阳是高成的同胞兄弟 都是楼昭君所生 此时的高阳年仅21岁 高成生前 高阳一直装傻充愣 以至于外人都以为 他是个懦弱之人 高阳的正妻名叫李祖娥 出身于赵俊李氏 才貌极其出众 高阳和他感情非常深厚 后来高成偶然间看到了李祖娥 并霸王硬上弓监污了他 对此高阳装作若无其事 依然对高成毕恭毕敬 但高成死后 高阳迅速稳定住了局势 并将大权抓在手里 手段非常干净利落 此时人们才发现 高阳此前只是装傻 高阳的隐忍 让他最终登上了权力之巅 高成死后 孝敬帝本以为能够重掌大权 但高阳的横空出世 让他的愿望落空 为了稳固自身根基 高阳让高岳 司马子如等人留守夜城 然后他只身前往晋阳 因为高氏家族的嫡系部队都在晋阳一带 控制了晋阳才算彻底稳固地位 高阳在晋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将高成的亲信 崔记书和崔先发配到了边疆 然后将自己的亲信 安插在重要岗位 完成一系列操作后 高阳返回夜城 继承了高成的所有头衔 他被加封为 齐王 大丞相 陆上书氏 都督中外诸军士 显然 高阳不满于这些 他的最终目标是篡位登基 然而支持的他的人非常少 因为他过于年轻 再者又没有军功加持 根本难以负重 就连他的母亲 楼昭君都反对他称帝 只有大臣徐之才坚决拥护他 此时 高阳心中比较忐忑 他说自己的不如父亲高欢 也不如哥哥高成 如何登基 徐之才告诉他 正是因为他不如父兄 才要登上皇位自保 高成还担心 一旦他篡位 宇文泰会趁机前来攻打 徐之才表示 宇文泰不但不会攻打 反而会因为高阳称帝 也取而代之自立为帝 徐之才的分析 打消了高阳所有的疑虑 他决定不顾众人反对 密谋废掉孝敬帝 他先是派算命先生 在朝堂和民间造势 声称为国气数已尽 新天子即将出现 随即又在各地制造祥瑞 让人相信 高阳就是未来的天子 尽管这种手段很低级 但老百姓对于此类事情 非常迷信 久而久之 大家请求高阳 做皇帝的呼声 越来越高 高氏家族的亲信眼见 高阳对于做皇帝 仪式如此坚决 便逐渐接受了这种结果 后来 高阳接受了 加九息 劝禁 辞让等一系列流程 公元550年5月初时 高阳在夜城外 接受了孝敬帝的善让 正式登基为帝 然后改国号为旗 史称北旗 随着高阳登基称帝 东魏彻底宣告灭亡 北旗也在高阳的带领下 逐渐恢复到正常秩序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南梁 萧毅杀掉侯景登基称帝后 决定将都城 迁往自己的大本营降临 尽管很多人表示反对 但萧毅仍然一意孤行 这是萧毅犯下的 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因为他的主力将领 王僧辩和陈霸 先都在建康附近驻守 而且 建康和北旗之间 有长江天险相隔 而江陵和投靠西魏的萧查 相距不过百里 根本无险可守 但萧毅丝毫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确定完都城魏之后 萧毅又开始体现他的雄才大略 他准备向西魏讨要益州等地 此前 萧毅为了解围向西魏求救 并承诺 西魏打下一州等地后 可以据为己有 如今 萧毅打算反悔 便派人向西魏讨要益州 对此宇文泰十分生气 此时西魏的皇帝已经不是元宝具 元宝具于公元551年去世 随后他的儿子元亲继位 元亲是宇文泰的女婿 不过 他并没打算长期活在宇文泰的控制之下 做一个傀儡皇帝 于是 他密谋杀掉宇文泰 结果事情败露遭到反杀 宇文泰的女儿随即也跟着殉情 元亲死后 宇文泰改立他的弟弟圆阔为帝 史称魏公帝 稳定完内政后 宇文泰打算教训一下萧毅 公元554年9月 宇文泰派自己的侄子宇文户 驻国大将军于锦 以及大将军杨忠等人 率军五万进攻将领 面对西魏大军前来讨伐 萧毅觉得是假消息 是有些人在故意散播谣言 便对此置之不理 没有部署军队进行应对 直到西魏大军到达襄阳和萧察会合 萧毅才肯相信 他急忙给下诏 让王僧辩和王林前来救援 但王僧辩镇守的建康 和王林镇守的广州 距离江陵千里之遥 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到达 而于锦是一个战略大师 非常善于打闪击战 在于锦的带领下 江陵很快被被围住 没过多久 外城就被破掉 萧毅见状不妙 带着自己的亲信 朱买臣和王包等人逃入内城 大将谢达仁提出 护送萧毅等人突围 前去投靠江对岸的人约 但王包告诉萧毅 谢达仁曾是侯警的部下 不能相信他 王包出身于狼牙王室 他在书法方面造诣 可以和他的祖先 王羲之相媲美 萧毅对他十分信任 听完王包的建议后 萧毅拒绝了谢达仁的请求 随后 萧毅问王包有没有破敌之策 王包表示 当下最好的计策就是投降 萧毅稍加思索 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并派人前去递交降书 于锦的儿子非常仰慕王包 希望能得到他的末保 王包当场给他提了一幅字 内容为 祝国长山宫 家奴王包 这种刷新下线的行为 让在场的人大跌眼镜 王包的行为向世人证明 有些高高在上的贵族 在生死攸关时刻 可以毫不保留地出卖自己的下线 萧毅送出详书后有些后悔 此时 距离他登基称帝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 他从世人敬仰的天之骄子 一下子变成了亡国之君 内心十分不平衡 当天夜里 他将自己收藏的 十四万卷藏书全部烧掉 这是华夏历史上 一次比较大的文化浩劫 很多手抄古本 在此次事件中被焚毁 第二天一早 萧毅身穿一袭白衣前去投降 于锦随后将他交给了萧察 萧察和萧毅 都是皇室宗亲 但也是仇人 萧察先是对萧毅羞辱了一番 然后将其斩杀 他的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 萧毅死后 宇文泰拥立萧察在江陵称帝 后世将萧察这段政权称为后梁 萧察名义上是皇帝 实则只是宇文泰手下的一个小族 他没有任何主导国家的权利 远在健康的王僧辩和陈霸仙 听闻萧毅被杀后 拥立萧毅的九儿子 萧芳智为正主 其他割据一方的势力也纷纷宣布自立 整个南梁已经名存实亡 此役最大的授意人便是西魏 自从宇文泰执政以来 他将西魏的版图扩大的将近一倍 谁也没有想到 当初犹如丧家之犬的宇文泰 会将一手烂牌打得如此精彩 他征战一生 创立了辅兵制 恢复了军田制 先后夺取了河东 巴蜀等地 更是在小关 沙院战役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为北周王朝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放眼整个南北朝 宇文泰的功绩可以傲视群雄 此时的宇文泰已经48岁 此时他最大竞争对手 是刚刚建立北齐的高杨 当初高杨登基之后 处处透显着明军的前置 他在内政方面大肆改革 对朝堂上的弊病进行开刀 他还让人对林子阁进行重新修订 制定了名传千古的北齐律 年轻的高杨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 他要先扫平西北 然后再平定江南一统天下 为此 他亲自率兵讨伐北方的湖人 使其不敢犯鞭 在高欢时代 墨北的霸主是柔然部落 到了高杨称帝时 突厥人义军突起打败了柔然部落 成为北方草原的新霸主 从东魏时期开始 每当东魏出兵南下时 北方的少数民族就会趁机犯鞭 高杨为了除掉这个隐患 他亲自率军前去征讨突厥 并在朔州一带大败突厥人 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庸 紧接着 高杨又欲驾亲征前去征讨契丹 并在此取得大捷 致使契丹怨气大伤 直到数百年后才再次崛起 完成者一系列壮举后 高杨年仅24岁 回到夜城后 高杨将目标放在了西卫身上 宇文泰听闻高杨的事迹后 对这个年轻的对手 保持着足够的重视 不过当时西卫的主要精力放在南方 故而对北齐采取防守之势 宇文泰下令将士们严阵以待 不准主动出击 此后 高杨数次对西卫发起攻击 但因为对方防守严密 最终乌攻而返 宇文泰在防守北齐的同时 不断在南朝身上捞取利益 后来高杨眼见西卫攻破江陵后 才发现这些年进攻西卫的策略是错误的 他应该效仿宇文泰从南朝 这个软柿子身上捞取利益 而不是肯西卫这块硬骨头 公元555年正月 高杨派高岳率领大军攻打颖州 颖州首将陆法和在大军到达之前 就送去了降书 北齐不费一兵一卒 就拿下了颖州 为了继续瓜分南朝 高杨想出了一个计策 他将之前在寒山之战中 俘虏的萧氏宗亲萧渊明送到建康 准备拥立他称帝 而驻守建康的王僧便 已经拥立萧芳志为新主 虽然没有称帝 但是名义上已经和皇帝差不多 对于高杨拥立萧渊明一事 王僧便不想同意 不过他的实力远远不是高杨的对手 最终王僧便和高杨达成一致 同意拥立萧渊明为帝 但必须策立萧芳志为太子 公元555年5月 萧渊明到达建康 正式登基称帝 王僧便被加封为大司马 陈霸仙被任命为侍中 不过这个朝廷是北齐的附属国 需要向高杨称臣 王僧便此举虽然稳住了朝堂 但也暴露出自己软弱的一面 他不敢放手一搏与北齐硬杠 这一点被陈霸仙看在了眼里 陈霸仙和王僧便两人关系非常好 但陈霸仙的目标是做皇帝 王僧便的软弱 让陈霸仙觉得无法与之共谋天下 因此他决定除掉王僧便 公元555年9月 陈霸仙分两路 向王僧便所在的石头城发起进攻 由于事出突然 王僧便未做设防 陈霸仙轻而易举地拿下了石头城 并升勤了王僧便 随后将他们父子二人斩杀 就这样 一对亲密无间的战友 在政治利益面前倒戈相向 作为荡平侯景之乱的守宫之臣 王僧便虽然有不足之处 但他平乱的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王僧便死后 陈霸仙向世人宣称 他是因为密谋叛乱被杀 随后 陈霸仙逼萧渊明退位 然后让萧芳智登基称帝 侍卫梁靖帝 陈霸仙是不宜出身 在朝中没有根基 也没有王僧便的声望 尽管他控制着皇帝 但并不能服众 不久之后 他女婿无形太守杜刊 宣布讨伐陈霸仙 他的弟弟吴郡太守王僧智 也起兵响应 雪上加霜的是 在陈霸仙出征吴郡期间 乔州刺史 徐四辉联合北齐 拿下了石头城 此时 陈霸仙的处境非常困难 不过陈霸仙并未气馁 他知道皇帝之路 必定是千难万险 面对种种不利局面 他镇定自若 他先是派人偷 习徐四辉的老巢秦郡 将徐四辉一家老小全部抓获 此举激怒了徐四辉 他率领军队前去救援 结果中了陈霸仙事先设好的埋伏 全军覆没 徐四辉侥幸逃脱 跑到了北齐 随着徐四辉全军覆没 石头城内的叛军岌岌可危 驻守石头城的北齐大将 柳达摩派人前来讲和 陈霸仙不想同意 但建康城内的文武百官 挟持陈霸仙的两个侄子 逼迫陈霸仙与北齐讲和 无奈之下 陈霸仙表示同意 石头城再次回到陈霸仙手中 随后陈霸仙又火速前往 无星讨伐杜刊 并将其斩杀 紧接着又前往会计 消灭了王僧辩的亲信张彪 至此 三无地区都被平定 公元556年3月 北齐再次卷土重来 高阳派出一众大将领兵 十万钱去讨伐陈霸仙 为了此次征战 北齐可谓是名将尽出 但陈霸仙毫不畏惧 他率兵坚决抵抗 双方经过一番对峙后 北齐并未讨得便宜 而且因为长途远征 使得粮草吃紧 北齐主帅萧鬼派人前来讲和 萧鬼表示 只要陈霸仙放了萧渊明 他们就会撤军 如果陈霸仙不放萧渊明 北齐就会占据舆高点 后续有理由再次讨伐 如果放掉萧渊明 陈霸仙军队的士气 就会受到打击 士兵们会认为 陈霸仙害怕北齐 面对两难的局面 陈霸仙选择放萧渊明回去 不过送过去的是萧渊明的尸体 萧鬼为此大怒 他当即点兵杀向建康 准备给陈霸仙致命一击 陈霸仙立刻集结军队 他在阵前发表了 慷慨激昂的演讲 表示北齐不遵守信用 他要让北齐付出沉痛的代价 说吧 一马当先杀向敌阵 在陈霸仙的感染下 将士们慷慨激昂 北齐军队本来就面临凉慌 士兵们经常饿肚子 加之遇到雨水季节 生在北方的士兵 非常不适应这种潮湿的环境 在梁军的猛烈进攻下 齐军很快便全线溃败 纷纷气泄逃窜 士兵在逃窜的过程中 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 死伤者不计其数 徐四辉在战乱中被杀 萧鬼 李希光等齐军将领 悉数被俘 为了提振士气 陈霸先将萧鬼等人全部斩首 这一战让江南老百姓觉得扬眉吐气 也让一向自大的齐军 再也不敢渡过长江 此意也让陈霸先名震天下 随后被加封为丞相 路上舒适 成为南梁实际控制人 不过镇守乡州的王林 广州的萧伯和江州的侯田 并未承认陈霸先立的朝廷 而是割据自立 在南朝战乱不断的这段日子里 宇文泰将西魏治理得井井有条 公元556年 宇文泰已经年满五十 一场重病之后 他开始考虑继承人问题 宇文泰的长子是宇文玉 宇文玉的岳父是独孤信 宇文泰担心独孤信 会凭借外妻身份专权 因此 策立自己的嫡子宇文爵为世子 此时的宇文爵年仅15岁 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为了让宇文爵能够顺利继位 他最终决定让自己的侄子宇文户辅政 宇文户是宇文泰长兄宇文浩的儿子 他仅仅比宇文泰小八岁 在跟随宇文泰南征北战的过程中 立下不少功劳 当年十月 一代枭雄宇文泰去世 对于熟悉南北朝历史的人来讲 宇文泰的名声如雷贯耳 对于一般历史爱好者来讲 他的名字并不被人所熟知 甚至有点陌生 不过 宇文泰建立的关隆集团 对隋唐两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军事家 他的能力毋庸置疑 作为一个政客 他在国内大兴改革 重用有才之人 在与东魏南梁博弈的过程中 使得西魏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 纵观整个南北朝 宇文泰的影响力足以排在前五 宇文泰此后 宇文爵继承了他的职位和爵位 宇文户则遵照宇文泰的一命辅政 宇文户自知自身威望 远远不及宇文泰 为了镇住朝中几大驻国 他决定 趁宇文泰余威还在 让宇文爵建立新王朝 只有这样 他才能以皇族身份凌驾于其他大臣之上 公元557年正月初一 在宇文户的运作下 魏公帝让位于宇文爵 对于这个结果 整个西魏都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大家已经把宇文家族 当作自己国家的主人 宇文爵登基后 改国号为州 史称北州 宇文爵被称为天王 宇文户则被封为晋国公 总览朝政 王国之君魏公帝不久后 被宇文户派人诛杀 宇文户当政后 开始清除异己 此时 对他威胁最大的是六大驻国 其中排名前两位的李虎和李璧 均已去世 于锦和宇文户结成了联盟 侯墨尘虫一直隐忍不发 唯独赵贵和独孤信 对宇文户不服 赵贵曾私下里联系独孤信 发动政变 杀死宇文户 但因事情败露被杀 而独孤信则被逼自杀 随着独孤信和赵贵被杀 宇文户开始在朝堂上一手遮天 眼见宇文户的朝堂上一家独大 宇文户心里十分不快 他开始密谋除掉宇文户 他打算在宫中设宴请宇文户前来 然后趁机将其杀掉 不过 此事被宇文户安插在宫中的亲信得知 并告诉了宇文户 对于宇文户想诛杀自己一事 宇文户十分震惊且心痛 他没想到宇文户对自己痛恨到这个地步 为了自保 他决定废掉宇文户 对于废皇帝一事 大臣们都不敢反对 因为反对也没用 眼见大臣们都默不作声 不久之后 宇文户便被罢处 随后被宇文户秘密杀死 宇文户死后 宇文户拥立宇文玉为皇帝 史称周明帝 在宇文家族改朝换代之时 南朝的陈霸仙也准备对皇帝大魏发起冲击 要想做皇帝 必先平定割据自立的诸侯 他先后平定了侯田和萧伯 只要拿下在乡州割据的王林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篡位 不过 陈霸仙已经等不及了 此时的他已经55岁 连年征战 让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为了尽快实现当皇帝的梦想 他决定 先篡位登基之后 再去讨伐王林 公元557年8月 陈霸仙开始紧锣密鼓地为篡位做准备 这其中包括封王 加九熙 三辞三让等流程 当年十月初六 陈霸仙正式接受梁敬帝的善让登基为帝 改国号为陈 后世称其为陈武帝 但好景不长 陈霸仙称帝后身体每况愈下 加之前去评判王林的队伍并不顺利 急火攻心的他终于重病不起 公元559年6月 陈霸仙去世 享年57岁 后世对陈霸仙的争议很大 他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偷袭自己的好友王僧辩 不过 陈霸仙建立的陈朝 阻挡了北齐疯狂的进攻 使得遗族统治整个华夏的时间 推迟了700多年 否则 北齐很有可能完成了大一统 陈霸仙因此受到了汉人的推崇 将其誉为民族英雄 陈霸仙死后 皇位本应该由他的儿子陈昌继承 但此时陈昌尚且被扣押在北州 一时间赶不回来 纵观整个陈朝 陈霸仙最近的亲属 则是他的侄子陈倩 为了稳定时局 大将侯安都力挽狂澜 拥立陈倩为帝 史称陈文帝 陈倩上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继续攻打王林 王林得知陈霸仙去世的消息后 率领大军清朝出动 准备和陈倩决一死战 宇文户见王林的老巢影周空虚 便派兵前去讨伐 王林本想掉头回去救援大本营 后来他决定先灭掉陈倩再回去 结果轻敌大意的他 被陈倩灭掉 此时北周的军队 尚未拿下颖州 宇文户见王林被灭 便召回军队 同时将陈昌放回陈朝 此举是想让陈昌前去争夺皇位 从而引发内乱 北周可以坐收余力 但陈倩没给陈昌前来 争夺皇位的机会 在陈昌回来的路上 他便派人将他从船上 扔进水中淹死 至此陈朝终于迎来了稳定 陈朝虽然善让自南梁 但他的版图要比南梁少一半 巴蜀 汉中 京乡等地 已经近归北齐和北周之首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北齐 在高阳执政的前几年 他对内历经图治 锐意改革 对外稳定边疆 修筑长城 颇有一番明军风范 但人是会变的 有时候一个刺激 就能让人变成另外一种人格 而高阳受到最大的刺激 便是之前讨伐陈霸仙那场失利 当时北齐损失了十万大军 那场失利也彻底断送了 高阳一统天下的梦想 自此之后 他不再把精力放在一统天下上 而是放在如何寻求刺激上 作为北齐的皇帝 他掌握着整个国家的生杀大权 没人敢对他的所作所为指手画脚 于是他开始放飞自我 他经常披头散发 身着怪异服装 在大街上拿着弓箭射杀百姓 还经常偷偷跑到大臣府邸 偷窥大臣们的生活 甚至还假扮乞丐到街头去磕头乞讨 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高阳的父亲高欢是一个非常好色的人 但高欢比较有原则 从不抢人所难 也不碰有夫之妇 但高欢的儿子高成 在好色方面就没有下限 只要是看上的女子 会想尽一切办法得 而高阳在好色方面 比高成更没有下限 高欢的妃子耳朱英娥 曾经打压过高阳的母亲娄昭君 高阳想起此事后 冲到儿朱英娥寝宫 试图霸王硬上弓 尽管此时的儿朱英娥已经四十多岁 但高阳仍表现得如狼似虎 不过遭到强烈抵抗 高阳一怒之下 拿刀将其砍死 之前高成曾监污过高阳的正妻李祖娥 高阳为了报复高成 将他的遗孀赵进宫强行监污 除了对自己的树母和大嫂动手之外 高阳还将目标放到了李祖娥的姐姐李祖依身上 此时的李祖依已经嫁给了北魏宗室的元昂 但高阳丝毫不在乎这些 强行将其霸占 后来元昂前来找高阳理论 结果被高阳连射一百多箭射成了刺猬 更疯狂的是 在元昂的葬礼上 高阳将身穿丧服的李祖依当场强奸 不久之后 高阳又闯到李祖娥母亲家中 把他丈母娘抽了一百多鞭子 差点把老太太送往西天 面对高阳种种卑劣的行径 他的母亲娄昭君看不下去 把他叫过来大骂一顿 而高阳不但不知悔改 反而扬言要把娄昭君嫁给胡人 后来高阳意识到自己行为不当 又像精神病一样 光着身子让人拿柴火过来烧死他 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高阳不仅好色残忍 而且还非常世上 当初高阳想称帝时 追随高欢的高龙之曾极力反对 高阳想起此事后 决定对高龙之下手 有一次高龙之喝酒的时候 说错了话 高阳命人对他拳打脚踢 已经六十多岁的高龙之 被打得奄奄一息 不久后便去世 高阳觉得高龙之死得太轻松 又命人将他的棺材挖出来鞭尸 随后又下令 将高龙之一家满门抄斩 不久之后 与高龙之同朝为伍的高阳 也未曾幸免 高阳是高欢的堂弟 是高阳的叔叔 在高欢南征北讨的过程中 高阳战功赫赫 是北齐的元老重臣 但他也未能逃脱高阳的屠刀 高阳也是一个非常好色的人 他曾经嫖过冥记薛氏 后来高阳嫖薛氏的时候 被他深深吸引 于是将他难为妃子 后来此事被高阳知道 他难以接受自己的宠妃 被堂叔嫖过 自此之后 心里就形成了阴影 他只要一见到薛妃脑海里 就浮现出高阳和薛妃 光着身子战斗的景象 为了彻底摆脱这种心理阴影 他把高阳赵进宫当面质问他此事 对此 高阳很大方地承认 不过他说自己已经忘了当初的感觉 而且当时薛妃还没有进宫为妃 不能因为此事怪罪他 高阳见高阳如此理直气壮 瞬间醋意大发 当即下令将高阳毒死 高阳死后 高阳内心得到释怀 他对薛妃的宠爱有增无解 但精神病的行为 不能以常理夺之 有一次高阳喝醉后 让崔氏前来士气 恍惚中 他又看到高阳与崔氏战斗的影子 这瞬间点燃了他心中的愤怒 于是拿起刀将薛妃斩首 事后他若无其事地 将薛妃的手机揣在怀里 前去参加宫廷宴会 就在大家喝得尽兴时 他将薛妃的手机扔到桌子上 一边看着他 一边喝酒 更变态的是 高阳又命人将薛妃的尸体 抬到宴会 他非常熟练地对其进行肢解 然后用他的大腿骨当作琵琶 一边弹奏 一边跳舞 这一幕把在场的人看到呕吐不止 一些胆小的人 当场吓得晕了过去 高阳这种行为 已经不能用残暴来解释 用精神分裂来解释 更加贴切 在神经病手下做事 大臣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如何保命 对于当初反对过自己称帝的大臣 高阳经常一言不合将他们杀掉 对于拥立自己的人 高阳也不放过 宰相高德正 作为高阳称帝时最大的功臣 他对高阳的行径深感痛心 因此多次直言劝谏 希望能让他改过自信 起初高阳还敷衍几句 后来就变得非常不耐烦 高德正察觉到苗头不对 便开始告病不上朝 高阳本来打算放过他 后来同为宰相的杨因告诉高阳 高德正是在装病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杨因向高阳建议 封高德正为冀州刺史 高德正接到赵令后非常高兴 他觉得可以离开京城 这个是非之地远赴冀州避祸 于是当即打电行装准备上任 丝毫看不出生病的迹象 高阳得知此事后大怒 他将高德正照进攻 先是用小刀在高德正身上 扎了几十个小洞 然后又命人砍掉了他脚趾 为了解恨 高阳把高德正扔在宫中痛苦呻吟 直到半夜才送他回府 事后高阳有些后悔 便亲自到他府上探望 高德正为了自保 将家中的金银财宝全部拿出来献给高阳 在高阳的追问下 高德正坦承这些珠宝都是北魏皇室所赠 高阳听后大怒 拿起刀将高德正砍死 随后又杀了他的儿子 不久之后高阳又后悔了 让高德正的孙子继承了他的爵位 公元559年5月 北齐境内发生日食 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视作不祥之兆 高阳为了找人背锅 他想起之前冲撞过自己的蓬城宫元韶 元韶是高阳的姐夫 也是元魏皇族 为此高阳命人把元魏皇族的人都抓了起来 将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放在风筝上 从百米高的地方抛下来 将他们活活摔死 不过有一个名叫元皇头的人 在风筝上飞行了数千米 最后落在了夜城郊外 高阳此前答应他们 只要能落地不死就不用斩首 事后高阳遵守了诺言 没有斩杀元皇头 而是选择将他饿死 高阳此次无心之举 也让元皇头成为人类飞行史上 最早的一次飞行尝试 除此之外 其他元魏皇族均被斩首 就连婴儿都不放过 高阳命人将婴儿抛到空中 然后再用长枪接住赐死 高阳这种行径 已经不能用禽兽不如来形容 将他称为人类恶魔也不过分 不过他的残暴行径 还远远没有结束 残杀完大臣之后 高阳又开始对自己的兄弟动手 永安王高迅是高欢的三儿子 高阳继位后 他被任命为青州刺史 高迅为人比较正直 在青州当地威望很高 此事引起了高阳的警觉 不过他没有足够的理由杀他 后来高阳残暴的行径 传到高迅耳中 他决定到京城亲自劝谏高阳 让他把心思放在治理国家上 刚开始高阳选择了忍让 高迅回到青州后 又连续上书劝谏 最终高阳忍无可忍 于是以谋反的名义将他打入地牢 一同被关入地牢的 还有高阳的七弟高患 两人在地牢的铁笼中 被关了整整一年 后来高阳想起此事 觉得对他们的气也消了 便前往地牢看望他们 陪同高阳一起的是 高欢的九儿子高战 高阳本想释放他们 可高战提醒说 此举相当于放虎归山 高阳觉得有道理 便派人用火把将他们活活烧死 试杀成性的高阳 为了进一步寻求刺激 他命人制造了一大堆 专业的杀人工具 每次喝醉之后 他都会杀身边的大臣取乐 杨因为了拯救大臣的性命 他在监狱中挑选了一批死球 每当高阳想杀人时 就让他拿死球练手 常山王高掩 是高阳的同胞兄弟 排行老六 他也是楼昭君最喜欢的儿子 高掩因为能力突出 也深得高阳的信任 与高阳不同的是 高掩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他眼见高阳越来越残暴 便主动前去劝谏 起初 高阳对此还欣然接受 并向高掩保证不会再犯 但高阳的保证 就像是尹君子的承诺 根本不值得相信 很快高阳又变得试杀成性 为此高掩又开始劝谏 后来高阳对高掩不厌其烦 曾多次打算杀掉他 还有一次将他打得奄奄一息 不过最终碍于母亲 楼昭君的面而没杀他 高阳的残暴罪行 可谓是庆竹难书 好在他活的时间并不长 公元559年10月 年仅31岁的高阳离开了人世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有很多 但像高阳这样 既残暴又有精神病的皇帝 并不多见 高阳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的高阳锋芒毕露 胸怀大志 晚期的他残忍暴虐 光淫无度 有人将高阳的精神变态 归咎于饮酒过量 不可否认 九经对神经中枢有一定的破坏力 但这事让九经来背锅并不合理 高阳死后被追视为文宣 妙号贤祖 高阳能得到这样嗜好 完全是早期取得的功绩 高阳早期的政绩是值得肯定的 只是后期的所作所为 让他彻底成为一个精神病兼人渣 高阳死后 太子高阴继位 此时的高阴年仅15岁 高阴的性格和高阳完全相反 高阴从小喜欢儒学 为人极其儒雅 对此高阳十分不满 为了训练他的胆量 他曾经让高阴用刀去砍死囚犯的头 高阴直接吓得贪软在地 高阳担心他难以堪当大任 会被叔叔高阳篡位 于是临死前告诉高阳 如果他真的想要篡位 请不要杀害高阴 高阳听后连忙磕头认错 直呼不敢 高阴继位后 杨音等辅政大臣认为高阳是一个威胁 虽将他排挤出朝堂 对此高阳也欣然接受 但高阳的心腹亲信王熙告诉他 身处帝王世家 有没有反心 不是他说了算 只要高阳活着 对小皇帝就是一个威胁 王熙是前秦名相王猛的六世孙 他的话点醒了高阳 后来高阳联合王熙 高湛等人准备反击 为了对付高阴和杨音 高阳前去寻找母亲楼昭君 希望能获得他的支持 高阳是楼昭君的亲儿子 他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当皇帝 得到楼昭君的支持后 高阳又暗中联合 胡绿金 赫巴仁等北魏贵族 由于杨音是汉人 以胡绿金为代表的权贵 对汉人掌权仪式颇为不满 在高阳的拉拢下 他们决定共同对付杨音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高阳又成功拉拢了掌管进军的高归宴 就在高阳以为万事俱备的时候 杨音决定先下手为强 杨音经过和皇帝商议后 决定把太皇太后 楼昭君迁出后宫 扶正太后李祖娥 然后把高阳 高阵兄弟俩 发配到地方担任刺室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 就可以在不流血的基础上 稳固皇权 但李祖娥得知此事后 将消息告诉了女官李昌仪 李昌仪是高成之前 从大臣手里抢来的女子 高成死后就在宫中担任女官 李祖娥只是把李昌仪当作闺蜜 这次谈话也仅仅是闺蜜间的闲聊 但生在皇家根本不能有朋友 李昌仪得知此事后 知道李祖娥不是楼昭君的对手 便提前站队将此事告诉了楼昭君 楼昭君本来没打算 深度参与这场宫廷斗争 毕竟谁做皇帝都不影响他的地位 但当他得知小皇帝打算废掉他时 怒火中烧 他当即通知高眼让他做好准备 高眼与狐狸金商议后决定提前动手 公元560年2月 高眼设宴招待杨因 赴宴之前杨因的下属提醒他不要前往 但杨因坚持要去 他觉得不去反而会引起高眼等人的怀疑 结果在宴会上高眼将杨因 燕子献送亲可诸魂天河 四人当场捉拿 并命人对他们进行殴打 杨因的眼珠子当场被打出来一个 殴打完之后 高眼又压着他们来到皇宫 此时楼昭君和高音已经等候多时 高眼在皇帝面前痛斥杨因等人的罪行 对此小皇帝高音吓得一言不发 楼昭君当着众人的面 把高音和李祖娥母子训斥了一顿 指责他们用人无方 李祖娥和高音都是胆小怕事之人 他们为了自保 当即下跪求情 并请高眼主持大局 随后 高眼命人杀掉了杨因等人 然后将宫廷侍卫全部换掉 杀掉杨因后 高眼被加封为大丞相 诸都中外诸君士 将军政大权全都抓在手中 后来高眼将高音废除为济南王 自己登上皇位 视为奇效昭帝 对于高眼篡位一事 楼昭君全程支持 不过他不希望高眼把事情做得太绝 不要杀害高音 但没过多久 高眼就在高归宴等人的劝说下 将高音赐死 对于赐死高音一事 高眼内心是十分矛盾的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 也曾答应楼昭君不杀害高音 但最终还是担心高音会东山再起将其杀害 对于杀害高音一事 他不担心世人指责 最担心楼昭君怪罪 为此经常夜不能寐 还经常做噩梦 梦到杨音等人前来复仇 为了缓解心情 他外出打猎 结果不小心摔断了肋骨 楼昭君听闻高眼受伤便前来看望 期间他问及高音的事情 问他过得怎样 高眼闪烁其词 不知如何作答 楼昭君察觉到了异样 当场把高眼痛骂了一顿 高眼挨骂之后 情绪上起了很大的波动 此事导致高眼病情恶化 不久之后便病入膏肓 他自敢时日无多 便开始准备后事 此时 太子高百年年仅六岁 根本没有执政能力 为了避免儿子重蹈高音的覆辙 高眼决定将皇位传给弟弟高湛 作为交换条件 高眼希望高湛不要杀害高百年 交代完后事之后 高眼没过几天便去世 享年二十七岁 高眼虽然仅仅做了一年多皇帝 但他整体来讲 还算重规重矩 在治理国家方面没有大的作为 但也没有乱折腾 北齐国内也保持着稳定 公元五百六十一年十一月 高湛遵循遗诏登基称帝 十年二十五岁 在高眼篡位的过程中 高湛出了不少力 高眼曾答应做皇帝后 立他为皇太帝 但后来高眼食言 立儿子高百年为太子 高湛对此非常失望 他曾想过重新拥立高英为帝起兵 反对高眼 但还没来及实施计划 高眼就重病不起 并将皇位传给了他 高湛和高眼的性格截然不同 高湛是一个非常心狠手辣的人 他登基后不久 楼昭君便去世 于是他开启了变态之路 高湛一直垂涎李祖娥的美色 登基之后就跑去李祖娥的寝宫 准备强奸他 起初李祖娥誓死抵抗 但高湛威胁杀掉他另外一个儿子高少德 这句话戳到了李祖娥的软肋 他只能被动接受 不久后 李祖娥怀孕 谣言传得满城风雨 高少德得知消息后 前来质问李祖娥 并骂他不守妇道 李祖娥被自己的儿子骂了一顿 郁闷难当 导致流产 高湛得知此事后大怒 他将高少德召进宫 当着李祖娥的面将其活活打死 打死高少德后 高湛仍不解气 他把李祖娥打得奄奄一息 然后扔进水沟 好在李祖娥命大活了过来 万念俱灰的他选择出家为尼 当时 北齐贵族之间非常流行赌博游戏 一个名叫何世开的人 因为游戏玩得好 长相英俊 而得到高湛的青睐 由于何世开非常善于拍马屁 高湛对其信任有加 后来直接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上流社会 玩的东西往往很下流 何世开长期在宫中 因此能接触到后宫嫔妃 胡皇后被何世开的美貌吸引 两人逐渐成为了情人 高湛得知此事后非但不生气 为了讨好何世开 他允许与何世开共享妻子 一些朝臣看不惯皇后出轨的行径 遂上书劝谏 高湛得知后直接将其诛杀 在北齐发生政变的这段日子里 北周也发生着朝堂更迭 当初宇文户之所以拥立宇文玉为皇帝 是觉得他性情宽厚 适合做傀儡 但宇文玉表面上很老实 内心十分强硬 宇文玉上台后 准备立自己的正妻为皇后 他的正妻是独孤信的女儿 对此宇文户坚决不同意 他本以为宇文玉会逆来顺受 结果没想到他据理力争 怼得宇文户哑口无言 尽管宇文户带领亲信极力反对 但宇文玉非常强硬地 将正妻册封为皇后 宇文玉的强硬 完全出乎宇文户的预料 也让他感到非常不安 为了试探宇文玉的态度 宇文户打算以退为进 主动提出还政于朝 除了军权之外 其他权力都还给皇帝 宇文户本以为皇帝会谦让一下 没想到他照单全收 而且宇文玉由于治国有方 在国内的威望越来越高 这让宇文户感到不安 他害怕自己被反攻倒算 于是决定反击 由于宇文玉威望很高 他不可能名正言顺地废掉他 于是打算将其毒死 为此他买通了皇宫内的御厨 趁机给宇文玉下毒 公元560年5月 宇文玉吃了御膳房送来毒饼 当即毒发痛苦不已 宇文玉意识到是有人投毒 他抢撑着身体下诏 传位于自己的弟弟宇文雍 之所以没传给自己的儿子 是因为他的儿子们都太年幼 即便当了皇帝也是傀儡 只有传给弟弟才有翻盘的机会 宇文玉去世后第二天 18岁的宇文雍顺利继位 视为北周五帝 宇文户本想毒死宇文玉之后 拥立他的小儿子称帝 没想到宇文玉抢 撑着最后一口气不死 将位置传给了宇文雍 此事超出了宇文户的预料 但后来宇文雍的表现 又让他喜出望外 因为宇文雍登基后 将所有正事都交给宇文户处理 他自己则表现得像一个傀儡皇帝 起初宇文户认为 这是宇文雍有意示弱 但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后 宇文户发现 皇帝确实是一个耸包 因此完全放下了戒备 宇文户见朝堂稳定 便将目光投向了北齐 他听说高战荒宁无度 便派阳中和达西武率领 十万大军前去征讨 这两人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 他们连战连结 直接杀奔晋阳 晋阳是高氏家族的大本营 沉浸在酒色之中的高战 听闻晋阳遇险的消息后 瞬间清醒 他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 也不知如何应对 关键时刻他想选择逃跑 后来 在众人劝说下 才放弃逃跑的想法 振作起来准备反抗 他任命段韶为主帅前去迎战 段韶是当世名将 面对北州大军 他丝毫不拒 此时正值龙东时节 天寒地冻 他选择坚守不出 试图让北州知难而退 阳中为了建功立业 强行攻城 结果死伤惨重 最终杀鱼而归 此次虽然北州败退而归 但仍然给高战心中留下了阴影 他没想到北州能打到晋阳城下 此战结束后 高战开始变得疑神疑鬼 他不仅害怕北州再次来讨伐 还担心国内有人篡位 为了彻底消除隐患 他决定对高掩的儿子高百年下手 此时的高百年 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当初高掩临终前 还嘱咐高战饶他一命 如果贸然杀掉高百年 肯定会引起舆论的反噬 搞不好会弄巧成拙 引起愤慨 从而危及皇权 但高百年是他的一块心病 不得不除 要想陷害一个人 可以想出诸多办法 即便对方只是个孩子 高百年的老师 在教他写字的时候 曾教他写赤这个字 高赞得之后 立马让人告发高百年 说赤字只有皇帝才能用 别人用肯定是心存反义 遂命人将他抓来 当场将他打死 高百年在临死前 曾苦苦哀求高赞 并表示愿意做他的奴隶 只要能饶他一命 但高赞根本不为所动 还是让人将其打死 可怜的高百年 连百年的一半都没活到 仅仅活了八岁就离开了人世 这也许就是宿命 当初高阳曾祈求高掩 饶高阴一命 结果高掩食言了 如今他的儿子高百年 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生命 不得不说是高掩得到的报应 高百年的死 并未让这片大地重归宁静 北周和北齐之间 还在继续进行着功法 他们两国的博弈 也即将为南北朝画上一个句号 实际 一 毫